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段 雍正天侠图 上回书咱们说到 乾坤义是王宝王双全 可就是 把这个 王夫人给救了 二爷王夫人呢 找妈找不着 让王宝把她救了呢 找的没逗房 天没亮呢 豆瓣掌柜就在后边忙活 儿子把她叫出来 给这二位盛豆腐 皆因为啊 他先盛了一碗豆腐 一碗豆浆 让孩子给后头送进去 这个王双全 不乐意了 王双全说什么呢 说室有先后 是不是做买卖吗 得有先来后到 哎 我们俩人 来的就够早的了 没有比我们再早的了 为什么 你这还没开张呢 嗯 怎么我们俩要吃豆腐 先盛出一碗 端厚的去了 难道说豆腐房还有哑尖吗 这话一问出来呢 这个 掌柜就说了 说您不知道 后头是孩子奶奶 哎 孩子奶奶那身体不好 我们这小买买人呐 这个本小力薄 家里头呢 也不很富裕 说实在的 不是我没有那孝心 我也想啊 请大夫 给我妈求兵 是不是啊 什么好 吃什么 说这药 哪个管用 咱吃哪个 这药啊 其实不是说 哪个贵就哪个管用 但是在咱们一般人的那个心目当中 是治病的药一定都很昂贵 两种药都治这病 吃那贵的不吃那贱的 一般人都有这心理 错来呢 这个想法确实不对 当然了 有的人信偏方 偏方治大病 您也别去 但是小药治大病 这个不瞎说 哎 有的时候这药很便宜的 他就管用 那么我想给我妈呀 哎 找好大夫 抓好药 我没那个力量 老太太想吃麻给做麻 都恐怕达不到 那么我也不听谁说 说这个 开锅的豆浆啊 头一锅 头一碗 这个豆浆啊 最补气 我那意思给老太太调养身体 那一定得先进补了 好的咱没有 小了 咱开豆房的 就这个豆浆是最现成 别的不行 这咱们能办到 所以每天开锅 这头一碗浆子 我得送到孩子 他们奶奶那去 您别敲眼 书说的这 您也注意啊 这是书里边写的 我给您说 这头一碗浆子 就开了锅 头一碗浆子 补补补补 这我可不负责任 我说完您各位听了 明天早上去三点钟 您都奔早点铺了 您吼着这头一碗豆浆去了 您说了 王媛婆说的 这个最进补 这我受不了这个 啊 我不负责任 喝豆浆总是没什么坏处吧 啊 哦 王双前一听 释然了 那人去尽孝 人是孝子 人头一碗豆浆 端给妈 那责物旁贷了 这个外人说不着话 他没事了 这二爷王夫人受不了了 哭了 怎么 人斗王掌柜的 这么点小满满 人家熬得了豆浆 头一碗 知道尽孝 侍奉在老娘的面前 那老太太 慢说这碗豆浆 还有点效力 起点作用 就是一碗热水 白水啊 老太太心里边总是热的 你琢磨琢磨 儿子熬得了给端来 让孙子给端进来 老太太知道自己孙男弟女 包括孩子都这么笑 那多高兴 心里多痛快 可我呢 你们家倒不错 我爸爸在的时候是珠宝客商 不说有钱吧 总算家臣人质 我们家也不算门丁兴旺 哥儿两个 哪知道老大不小好 我倒是知道孝顺呢 我孝顺谁 你妈丢了 想着人家有妈孝顺 自己没妈 心里边别扭哭 他这一落眼泪 豆房掌柜的也问问 啊 有那么句话 您要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就是头一碗 我端给我们老太太 您吃这二碗的 也不至于委屈到哭啊 您身上穿的虽然不济 这大罐都成吨布条了 您身上也够脏的 那您可哭的是什么呢 我不是哭这碗豆腐 我想起我妈来了 我要不为了找妈呀 我也唠不到这屋田里 哦怎么回事呢 王王前说 你呀少说话 你吃你的豆腐 掌柜呢 他母亲丢了 他不是本地人 我们俩呢走到这儿 他是大王家仪的 他们老太太呢 前两天因为一把大火 顺家跑出来呢 找不着了 至今流落何处呢 茫然不知 他是个孝子 虽然家里边烧的叫一为平地 但是他并没放在心上 他是念书人 他有这样的修养 也有这样的认识吧 说现在话 纵有广煞千间 到夜晚之间 绵不足七尺 你说你趁多少房子 你睡觉不就那一张床吗 烧完了再挣去 这妈丢了 再找可找不来了 所以他要失心疯 挺干净挺漂亮的 那么一个人 老得这样的乐破 啊 眼看皆要 寻死密活 要上吊寻短件 是我把他搭救了 搭救他行至此处 吃泥碗 热豆腐 喝泥碗豆浆 稳住他的心神 我好 帮他找妈 这是以往的经过 不必细说了 您忙您的 到房长官的一听 哦 大王家仪的 哦 大王家仪 找一把火 老太太丢了 行了 把碗料洗 王双全 和王夫人 俩人一瞧 怎么还不想吃了 干嘛 等会儿 叫小孩 宝啊 去 把奶奶给掺出来 小孩答应一声 到后边 把老太太给领出来了 老太太 颤着巍巍多里多苏 虽说是惊魂未定 十了天了 也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晚上睡不着觉 啊 想着儿子 怎么不找自己来呢 这个 都房长官的 倒是很不错 每天熬得了豆腐啊 熬得了豆浆啊 头一碗准是他的 老太太很感激他 这豆腐烫啊 一时吃不到嘴啊 这正拿嘴吹呢 小孩跑进来 说奶奶奶奶 我爸爸让您出几趟 老太太一听 这头一回 到这儿熬了天了 这深今半夜 天没亮 让我上头了干嘛去 不知道 小孩掺着一出来 老太太一条忧 二儿子在外边站着 那么二爷王夫人呢 一带头一看 呦 这不是我妈吗 嘿 我妈怎么落到这儿了 老太太也往前来 二爷王夫人也往前来 母子相拥 是抱头痛哭 扑通一下 二爷跪在这儿了 说娘啊 这不是从天津掉下来 您让我好找 老太太一边哭 一边拿手捶 他说不孝得死啊 你这失了天 哪里去了 我找您呢 我没不找啊 都王掌柜的呢 旁边也掉眼泪 王双前一瞧 哎 你可又哭着没 您不知道 我有我的心事 您有什么心事 这老太太呀 不是在大王家营 火场外边村口的坐着吗 二爷王夫人进火场了 他到火场里边 这一时出不来 为什么他想救他嫂子 可是他到火场的时候呢 回到他们家呢 接望邻居呀 都出来了 可接统都是人 为什么 大家伙都救火 推墙的推墙 推房的推房 断这火道 挑水的挑水 大人孩子一块 啊 蹲盆的 拿桶的 您咋不咋咋 王爹就是个大户 而且铁头太罪 冯昆带的三个人 是四处放火 这火已然烧成一片子 火是一起 要想灭 那是很难的 有那么句话 叫水火无情 说这火刚着起来 好命 只要一起来 您看现在有救火的 那个 救火的那个 消防员呢 开的那消防车 那水压多强啊 大粗管子 吃那么冲 都焦不灭这火 更何况过去就土办法 拿水泼 拿水泼为啥呢 也就是借着这一泼呀 哎 能够稍微压压火苗子 是人呢 是雾啊 往外抢点东西 真正要烧起来 这人都靠不上前 那么这场火 王夫人 跟着一块忙活 一时出不来 老太太其实在村口 待的时间不大 老太太揪心 二爷一走啊 老太太坐这儿 可就有点见明呗 怎么 这个祸呀 是打老大身上 惹起来 绝世 老大在外边 棉花素柳 招风引迭 那么老二回来跟我说 他靠着一个聘头 这个聘头 是有夫之妇 而且这个人是个江阳大道 说这个人不回来 不知道 是欢道罢了 只要这个本夫一回来 到那时节 就是老大王夫人 带我满门的家小 就有性命之忧 老太太 别看岁数大了 经过见过 因为他的这个老伴 当年是珠宝客商 也走南创北 很有些个建立 啊 眼光很高 把这些个事情的回来 跟老太太小舍 老太太呢 眼皮子宽 分析能力也强 有点主心骨 大概其就这么回事 坏了 老二回去 这一把火 恐怕 我那大儿媳 跟家里其他人 已然就遇难了 那么不是让火伤着 就是在碰上 逮人 老二要回不来 那么我丢一个儿子 好办 我要把两儿子 都丢了 我这把老命 真交代了 家也烧光了 跟前带没人 岂不是坐以待毙吗 老太太 一琢磨不成 不应该让他走 我得喊他去 老太太想着这儿 一咬牙一使劲 颤着微微 哆哩哆哆 老太太起来了 顺着墙根 扶着墙 往火厂走 他走不动了 李老远看见了 那儿腾腾爆烟 有火苗子 可一时之间走不到 心里越着急呀 脚底越不跟进 猛然间往前 外一大步 扑通一下 一头栽倒 连击带气呀 老太太死过去了 怎么那么巧 有送豆腐的 就这豆王掌柜的 这豆腐掌柜的呢 是小王家人的人 他们家叫大王家人 还有个小王家人 这豆王掌柜的也姓王 叫王力 王力呢 挑着一个空筒 这豆腐筒 这豆腐筒啊 豆腐已然 给人家倒出去了 他挑着空筒 往回走 他送豆腐可不是今天 是头天 他当天回不来 他就住在外头了 他由外头呢 往回走 他有他的心事 赶天亮到家就行 他回小王家人呢 打大王家人路顾 他一瞧大王家人啊 着火 王力这人心很善 王力这桶空了 他挑这俩空筒一琢磨 我要奔火场 我奔火场 这不就多俩桶吗 多俩桶 就多一份力量 我这两桶水 能使用点筋呢 他要跟着救火 正往前行 他一瞧 头的黑乎乎 其实他离着火场不远 他不是当地人 他是小王家人人 大王家人这道路都不熟 他把道走错了 他拐着小路 这一瞧 头的黑影 扶着墙根往前走 扑通一下 倒了 他可着急了 他往过跑 他一瞧 是个老太太 老太太栽在这儿了 死过去了 他一看这怎么办呢 这老太太怎么回事 我救火要紧 救人要紧 那还是救人要紧 他回头一瞧啊 那头那墙根啊 有棵大树 大树底扔了一床背伍 啊 他明白了 这背伍是老太太的 那一着火 老太太裹着背伍就跑出来了 走到这儿 连下带极 我先救人吧 他还挑了一副豆腐桶呢 他把豆腐桶啊 可就藏起来了 藏哪呢 就藏着一个墙基角了 他把背伍捡起来 把老太太一国往身上一背 他这人呢 也有点不明白 怎么呢 你背着老太太 往大房底跑啊 他往他们家跑 他给老太太背回去了 这儿 他背着老太太走 二爷王夫人来 一瞧老太太没有了 连背我都丢了 他找老太太去了 他再回了取桶 又没瞧见二爷 合着这俩人啊 围着这棵树 转了半天 谁没瞧见谁 他把老太太背家去了 到家 老太太还行过来 他一问老太太怎么意思 老太太把遗忘经过都说了 说谢谢你啊 都王掌柜的 你把我救了 没别的 啊 好人哪 做到底 你帮帮我的忙 你奔趟大王姐 你找找 王夫人王夫人都行 这就是我儿子 让他们让这接我来 要有钱的 到时候啊 我在你这吃了什么呢 我给钱 您别提钱 老太太 我把我的事跟您说说 您看这孩子没有 这是我儿子 你这儿子怎么还带着笑 说的是犯崇丧啊 我们家呀 四口人 我妈呢 还有我们两口子 带着这孩子 跟您说 我们的家庭太好了 难得就是婆媳和睦 我媳妇跟我妈 他们娘俩处的 比亲娘俩还亲 你要知道 过去这个婆媳关系都不好 跟现在不一样 过去有那么句话 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为什么她得熬呢 就因为这个经济大权 在婆婆手里边攥着 她不给儿媳妇钱花 儿媳妇还得干活 哎 连小姑子一块 欺负这儿媳妇 儿媳妇得忍着啊 忍来忍去 忍得婆婆没有了 她儿子也大了 她也娶了儿媳妇了 行了 她掌握经济大权了 那么就要把当初自己受的苦 受的罪 叫做变本加厉 还得嫁给自己的儿媳妇 要不她不够本啊 这样一代一代下来 那婆媳之间的矛盾呢 那是很严重的了 逗王掌柜的王立他们家呀 婆媳和睦 老太太呢 也疼着儿媳妇 儿媳妇呢 也孝敬老太太 奈何一劫 这个儿媳妇的身子骨不是特别好 老闹病 前些日子闹立场大病 老太太让儿子 请大夫抓药 没少给花钱 要是这样 医药往校 救得了这个病啊 救不了这个命 这儿媳妇呢 还是死了 王立跟这儿子呢 一个是中年丧偶 一个是幼儿丧母 那就甭提了 这人俩这份难过 都比不上老太太 老太太 大姐儿媳妇一死啊 比亲闺女死了 还难受 吃不下 喝不下 说话 疯疯癫癫 老逼着王立出去找去 王立说他又不是走丢了 他是死了 我上哪儿给您找去 老太太话糊涂了 又不敢说 挑着豆腐桶呢 每天出去转悠 做买卖 回来就跟老太太说 是找媳妇去了 老太太一看王立 三天没把这媳妇找回来 老太太说你不去 我去 坏了 现在老年人走不丢 为什么老年人都有卡 出门都带着 到哪儿走丢了 有好心人 或者派出所 人一瞧 啊 这人姓什么叫什么 什么门牌号码 人家跟你的儿女联系 就给送回来了 那年头不行啊 老太太走丢了 王立到家 一看 就小宝一人 看上空家 你奶奶呢 我奶奶出去找我妈去了 你妈死了 他上哪儿找去 不去 大家说没死 他飞出去找去 你拦着 小孩得气不碎 那哪拦得住 我小孩说 我也拦不住 我奶奶走了 呵 可把王立给急坏了 王立喊街坊吧 说你们替我看点这家 守点这孩子 我这孩子比他跑了 他出来了 王立这趟找啊 左邻右舍 三接六巷 找这老太太 没找找 金关东府 说我妈走丢了 大伙帮他一块找 也没找着 这也有不少日子了 三五个月了 越找不着 越招不及 爽得我走圆着 挑着豆腐糖 给人家送豆腐 这回倒好 明着是做买卖 按含着实际就找妈 哎 这小宝一人在家呢 是又没爹又没娘 奶奶也丢了 这孩子也辛苦 结果邻居不错 帮忙给看着这孩子 那王立呢 今天干嘛 非把这老太太抱回家来 他一瞧这老太太 他想起他妈来呢 把老太太抱回来 让孩子看着老太太 他把这豆腐桶也取回来 老太太还行过来 老太太一跟他说呀 住哪儿 孩子姓什么叫什么 王立可就动了私心了 王立说 这么办得 我尽心帮您去找您的儿子去 可有一节 您家那伙呀 我瞧的是真大 倘亏要说把您儿子找回来了 没别的 我一分不要 我虽然没什么力量 周记您两对饭 我周记得起 他们把您领回去 我也不用您气 倘若您这两个儿子 我说句啊 不该说的话 要是葬身火海 死了 那没别的 您还别走了 我就拿您当我妈了 因为我妈走丢了 我们这家呀 不像个家 本来四口人 一下就变两口了 我实在的我受不了 可您要有儿子 这话就当我没说 您这儿子要找不着了 我就是您儿子 这孩子就是您孙子 我把您养老送中 老太太一听 呵碰上好人了 我这两个儿子 我实话跟你说 那老大爷 厚不是玩意儿 我这老二不错 就是顺我们家火场里头啊 他把我背出来 他绝没烧死 这会儿不定急成什么样了 你呀 去找找去吧 哎 王历一琢磨 找去吧 王历可就奔大王家仪了 他到大王家仪呢 王二爷呢 二爷王夫人 已然奔别的村了 这半宿啊 一直到天亮 挨家挨户杂全力砸起 谁没看见老太太 那他还在大王家仪干嘛呀 他上别的村找去了 那么王历一到大王家仪呢 他给人打仗 有个大爷王夫一二人 王夫人 他们家住哪啊 您闻着味就找着了 一堆焦木味 刚烧完 这招不错 头天他们家着火 二天就有人找他 您找他什么事 我找他们哥俩谁都行 都没带 全瞧不见 那我瞧下去吧 王历呢 可就问火场了 到火场一瞧着惨就别提了 进城瓦砾 腾腾爆烟 火是下去呢 烟还没散呢 街坊邻居呢 怨声载道 谁都说 你看看为他们家 我们推了一间房 我先打听打听吧 这家怎么样啊 我救这老太太是好人是坏人 他这俩儿子什么人 我瞅他们家这一片房 这个地方可不小啊 这是个阔家主 老太太跟我那小豆腐房忍得了忍不了 好人家家天天 人不吃豆腐 人到我那没别的 就是豆腐豆浆啊 是不是 我养得起这阔老太太 他们家怎么着的火呀 干嘛呀 您是县里边的 是怎么着 他也来调查 我不是 我就随便他们一问 你倒说呀 你们谁 看见王二爷回来 让他上小房间 逗房找我去 也没说 他暗含着那么一早听啊 街坊邻居重口一词 告诉你呢 这甭问 他们家大爷惹的祸 他们家大爷怎么意思 好 这二爷呀 书香门第打响 对父母那甭提多孝顺了 也知书达理通人情 他们一大爷有手好闲 好吃懒做 任门不干不说呀 嘿 四刊下流不小好 逛窑子 逛窑子还不算呢 还竟勾引梁家 那么最近这个 听说聘着一个谁谁谁 听说人家爷们可厉害了 人家爷们在外边 人家是江湖人 人家为回来呀 饶不了的呀 昨晚我们瞧这把火呀 不像是朝天火 不是好面就着了 这是有人要血洗他的满门 王立一听 哎呦 这么厉害哪 王立一琢磨 这回去怎么跟老太太小说呀 哎呀那行 那那那那那 谢谢吧 他又跟这个火场外边等了半天 二爷王服务员没回来 白等 回去吧 到家跟老太太说没找到 老太太说他干嘛去了 我们家找完火他就不找我吗 对就是找您去了 找您去了 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啊 这什么道 我明日再去吧 又去两回 他底下这也该找 就愣没碰上 那王夫人 王夫人呢 找妈找疯了 找了十了天 王立呢 养了这老太太 养了十了天了 给老太太伺候的挺好 老太太恢复的不错 每天早上起来 热豆腐热豆浆 头一碗整给端来 大概是只有点效力 老太太比在家的时候 你别看家里 原先有人伺候着 有专门的厨子 啊 给做饭 这厨子呢 跟那个 王夫人的媳妇呢 已然要 铁头带罪 冯昏给宰了 老太太吃这家这饭呢 倒比厨子做得像 哎 老太太还胖了 身体挺好 今儿没养到这儿见到了 老太太跟亲儿子这一哭啊 王立 跟王双全可就说了 说我没妈哭啊 你这不该着吗 我天天找都找不着 这都自己跑来了 老太太一听 说我办事不尽心 这人就一认 甭问 人把妈领走了 他妈妈一领走呢 我这又完了 我这又没妈了 老太太还挺吃香 老太太听见了 老太太说我们不走 没地儿去啊 不但不走 他们俩都得吃你 你瞧我二儿子这模样 身上都零岁了 王双全乐 我不吃他 我不仅不吃他 这钱我都给 你是干嘛 哎 我叫王报 王双全 你儿子找您 十里点找不着啊 他要寻死 觅活 要上吊 我路肩不平 给救了 哦 我瞧您是有能为之人 不敢说有能为吧 身上有点把势 那好吧 那我有点事托付您 什么事 您受累帮帮找着我那 不要脸的大儿子 行不行 最好能得着他一准性 或是死啊 或是亡 要么就是亡给弄死 这不都一样吗 这 各位老太您 我我现在愿意他死了 老太太为什么愿意他死了 老太太当初这个老头是珠宝商 留了几样东西 让老太太给藏进来 老太太知道 这把火烧不坏这几样东西 因为他给藏在地底下了 烧不坏 那么我这老大要死了 那是最好 我把这东西起出来啊 我们年两个后半辈子 一时无忧 我还能报答王立 老太太有自己的私心 好吧 这事您教我吧 我把您这张的事了完了 我再离开王家营 想着这王生权伸手 把钱给就拿出来了 交给王夫人 说你和王立啊 你们俩都是好孩子 这老太太就知道是你们俩人的妈 好在你也姓王 他也姓王 这么着我也姓王 打我这说 我主上一蒙 咱们拜把兄弟 咱们都算老太太儿子 我拿钱也拿得着 他供老太太豆腐也供得到 你又是个秀才 肩膀单单单 手不能提拦 你呢 拿着这钱 伺候老太太 该吃什么 吃什么 该喝什么 喝什么 等我的信 我去找王夫人 去 哥儿仨拜把兄弟 这拜把兄弟也没有很隆重的仪式 就拿嘴子密说 好在都姓王 咱们就亲哥儿仨了 这把老太太安顿在小豆坊 王抱王双全 带着这三块飞黄石 拿着这口刀 可就出来找这王福义了 王福义呢 王福义跟铁头太岁冯坤的媳妇私奔了 他也说 那这十六天了 从山西分阳地面 这会儿以人到了马来西亚了 没有 没跑多远 他们俩藏的地方也绝了 这天 正往前行 就瞧有一道黑影 打到头了跑过去 他一瞧 这人脚底不慢 我得跟着点他 我看看他是不要为非作胆 乾坤义是王抱吗 他把刀 看背往蹬出来 滴了这口刀 他在后面追着 追来追去 一瞧头来 红扑扑一段院墙 是个小庙 你瞧这个人翻身进庙了 这人刚进去 王双全来到庙墙外头 电不灵要他也上墙 一看这个人呢 奔西头这三间僧房去 没发现的 他等这个人拉门进去 他跟着也进了庙 刚进庙 就听这三间僧房里边 说话了 聂族遣宗来到这三间僧房以外 窃儿这么一听 屋子里头这三个人 他以前就明白了 点破了窗灵纸 往里这么一瞧 喝热闹了 怎么呢 这屋子里头摆设很简单 有这么一张僧床 僧床上头呢 坐着一个女的 长得倒是很妖艳的 穿着也不错 挺漂亮 哎 二十六七的年纪 是个少妇 那么这床底下呢 跪着一个 磕头如鸡温碎迷 床头来这呢 站着一位 嗯 一脸横肉 手里边明晃晃 拿着一口钢刀 跪着这人呢 磕头可就缩了 得了您把我饶了得了 啊 不住的求饶 床上那女的呢 还不含糊 我为什么跟她呀 因为你要外面 你不回来 你走说 你说什么呢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和我一等 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冯坤的冯坤 喝 叫出来了 王双晨在晚上外面一听喝 踏破铁心 无弥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啊 一对 肩夫淫妇 加这铁头带对冯坤 这才叫三头对岸 全在这屋里 那人说是这三位不是 是 那冯坤怎么跑到这 坐监里 这俩人怎么躲在这庙里头 那就俩人啊 给冯坤来一卷包会 哎 冯坤这封书信 到家了 俩他们一商量 跑 王副义呢 也顾不上回家 打招呼 把家里的东西一挤完 带着 这冯大娘子可就跑出来了 跟这冯大娘子 慌不择路 错过速投 夜晚之间 头里一看 有个小庙 俩人把这庙啊 可就给叫开了 一拉门一瞧啊 是个女僧 一个幼泥 小泥骨 这才知道 感情是个安怨 这个小泥骨一瞧 是个男的叫门 又在夜晚之间 未免脸上呢 有点惊慌之态 哦 您您施主 您干什么 冯大娘子回来诗 冯大娘子啊 一拽王副义 你靠边 啊 这位小师傅 夜晚之间 把您的门给叫开 嗯 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的很 对不起 很对不起 对不恨起 您您您甭客气了 您就说干什么 您您要干嘛 啊是这样 你们俩人啊 是俩口子 我就听说俩口子 什么叫俩口子 一个我也没瞧见 你别忙啊 多的冯村 瞅见我们 我们就快要俩口子了 哈哈 哈哈 冯大娘子是明白人 我们是两口子 我们两口子呢 啊 我跟着我爷们呢 我们不跟家里的活 单住 为什么呢 就因为婆母娘啊 她是宠爱我们的老兄弟 啊 我们外男的是哥两个 老太太呢 偏疼 偏心眼 偏心心眼的老二 那我们在家里面呢 住呢 招老太太烦 我们可就啊 自己单过 可前两天呢 这老二送信来了 说我们这婆母娘啊 是身染重病 将然的呢 就要离世 老太太对我们虽然不好 但是我们呢 做儿女的 不能不进这份孝 所以呢 连夜呢 我们要赶回家去呢 去看老太太 可这一着急呀 可就错过了宿殿了 那么把这个道路也走插 来到了这个 您这个小庙子呢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个尼姑的安怨 这么办吧 小师父 要我爷人啊 今夜晚借宿一宿 可也没什么 今天因为我带着我丈夫 一个大男人 夜宿在尼姑安内呢 仿佛呢 呃 不太合适 但是实在我们是没地方去了 好在呢 我们就是胡乱的 在您这忍一宿 四日清晨即走 我们也有我们的事情 临走呢 我们也撂些个香火钱 您看能不能够通融通融啊 可得冯大娘子 这一份瞎话编的 够夺面的圆圈 让谁听 交代的下去 就这个小尼姑 也不敢煮 哎呦 您说这我可煮不了 女士主 让您说这情况呢 我应该是把您让进来 可是皆因为呢 我们寺里边老师父 有寺规 甭说夜晚 就是伯咒之间 轻易的男子也抖不到我们庙里头来 啊 您二位呢 别看天已经很晚了 这个夜深天凉 您还得多避避区 在庙外不多站一会儿 我呢 回去啊 禀告我们老师父 老师父要说 狠 容您二位留宿 那没话说 老师父要不行 阿弥陀佛 我最多给您拿出两碗热水来 实在的我们是不敢做这主 那小师父你多费心吧 我们多站会儿不要紧的 人从里边把门又给对上了 一会儿的功夫呢 连老师父带这个 小尼姑又都出来了 小尼姑一大关也就十三四 这老尼姑岁数可不小了 五十多了 老和尚把这个门打开 一瞧 外边确实是两口子 这个女的倒是挺妖艳 男的看着 倒是挺老实 这么个人 离着很远的也不敢说话 一看这老师父出来 冯大娘子会来这 未曾说话 先把钱拿出来了 您看看 您行个方便吧 这个老尼姑啊 跟一般的尼姑不一样 书中代言这尼姑岸呢 叫福德安 福德安这老当家的 他叫妙来 妙来呢 年轻的时候呢 因为在金钱上受过点刺激 家里边太穷了 这才 削法维尼 所以这一辈子对钱呢 哎 看着呢 就相对的稍微的重视一点 一看冯大娘都把钱拿出来呢 阿弥陀佛 您这是干什么呀 徒儿 去 把善缘给抱来 善缘那个侧子 那叫圆渡啊 哎 把那给拿来 嗨 您还登什么圆渡啊 您您您让我们先进去得了 我们喝点热水啊 找一间干净屋子 我们也该歇着了 歇着可是歇着呢 呃 天亮我们礼完佛 呃 交香油前 灯火前 我们就走 那倒没什么 可是我得把话说的头了 因为头一样 我们的妙小 在一样呢 从来没有耶稣过男子 呃 咱们可就破例一回 您到哪呢 嘴下留得可不许往外说 是是是是是 您看 这原部我也拿来了 得了 咱别等明儿早上了 哎 今儿咱们把账给登上得了 先打不说呀 那这钱给您 把银子接过来 那写上 啊 给多少多少钱 让进来 小尼谷关山门 要来呢 可就领着这两口子 来到松房 三间松房很干净 住俩人复复夷夷夷 您还用点什么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就洗把脸呢 有点热水 我们喝 我们就睡觉了 好吧 小尼谷都给扳齐了 那那二位早歇着吧 早歇着 他不歇着呀 他两口子干什么呢 那谁知道 他正经两口子也就歇着了 这二位露水的夫妻 在小庙里头 破坏人家清修之地 四日清晨 咱们穿衣裳 起床 走吧 哪去 咱赶紧走啊 万一冯坤找来呢 呵 我说你可真够强 冯坤能找到这小面里了吗 昨天晚上 我已然想明白了 您想明白什么了 咱不走了 这小面就是咱俩的安身之所 这地方太好了 没有比这儿再安全的 冯坤千想万想 想封了脑袋 他也想不到 咱们俩人会躲在一个尼姑阿里头 他追也追不到这儿 这个尼姑阿不让男的进 他来不了 那么他呢 是个江湖人 他呀找咱俩也就是找个十天半个月 各月齐成的了不起了 真找不着呢 他手里又有钱 他就走了 远走高飞 再娶年轻漂亮 他就 咱俩岂不是做一世长久的夫妻吗 好 这主意不错 奈何意解 人这小面不能留咱俩 昨晚您那瞎话编得太圆去了 您说咱是回家探母去 老太太病重要死 天亮即行 天亮咱俩不走 没话说呀 一会儿人家 老少的尼姑来了 和言一对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编瞎话你都不会编 人要不让进呢 咱们是一点主意没有 人进来了 要想赖着不走啊 那有的是办法 他想轰咱们 他轰不出去 那我可没词 瞧我的 脸也不洗呀 是头也不梳 鞋也在炕上啊 把这背后呀 半搭半盖 然后手指的香塞 他这么一吭气 哎哟 去 叫尼姑去 哎 把门开放 小尼姑呢 在那等着呢 领着二位上那个头了 啊 参佛礼价 完了事儿 二位就 即刻登城了 一看把门开开了 小尼姑一低头 为什么这男的出来的 阿弥陀佛 师父 您 早啊 哎 您您上屋里来一趟 嗯 我想能屋里干嘛去 像话吗 小尼姑一听 罪过呀 罪过 不是 您进去 我不在屋待着 我媳妇长得没有话说 哦 说着话 王复义可就出来了 小尼姑进屋呢 小师父 您把门给带上点 哎 小尼姑把门给带上 回头一瞧 您这怎么了 我病了 您怎么病了 我心里起急呀 昨天晚上在庙外 都站公园大了 受了些个夜寒 内热外寒 我病了 今天我走不了了 能不能您辛苦辛苦 把老师父请来 嗯 通融通融 让我们再住两天 等我身上好一点 我们再走啊 小尼姑一听 还麻烦了 让着了 还不走了 这我煮不了 我得问师父 您快去 一会儿 把庙来又给领来了 老何人进屋一瞧 还真病了 哎呀 施主 这个可有点 那什么 我们那庙 我不让难得住 昨天晚上 这个天黑 也没什么人瞧见 这要真在我这住两天 与我的寺中 啊 这个寺归有爱啊 把银子拿出来 老师父 您多通融吧 您看我这样 实在走不了 我多给您钱 嗯 我们两口子 还真麻烦您 得在您庙里边 吃着 庙里头喝 啊 不是那个 我的庙虽然辛苦 两个人吃饭 我还供养得起 左不是不合规矩 嗨 规矩不也在您定吗 您乃是一庙之主 您怎么说 怎么是 叫我瞧啊 嗯 我们两天就走 清酒红人面 才不动人心 老尼姑尔五十多岁了 就这点看不开 一看白花花的 银子又到手了 那您再待两天吧 那您给我买点药来 哦 你吃什么药啊 给你请大夫 别请大夫 我自己的病 我自己知道 我呀有药 可是我这药啊 得拿酒 把它给醒来 您那给我帮忙 打点酒来 再带点药引子 哦 您什么药引子 这是黄瓜 黄瓜整根的不行 您把它洗干净 用刀拍了 喝一点盐 倒一点香油 有蒜末再割一点 你就说拍黄瓜 我听得懂 这一副药引子够吗 那那成啊 再来点豆腐丝 切细的点 弄点葱丝 哎 搁点醋 搁点香油 搁点酱油 搁点盐 有点青酱也行 这么一半 哎 您给我端来 你就说你要酒 要菜就得了 反正你也在我这住着 我留你们两口子住 我这就不像话 哎呀 已然这样了 那就破锅破摔吧 吃吧喝吧 那就 老妮婚还得给他们俩 买酒买菜 嘿 王府一瞧 这冯的娘子 真有点吓的啊 喝 我们俩在庙里面一住 哎 清静甭说了 没人打扰 而且 还有人 天天给打酒 买菜 做饭 庙里头呢 这个饭呢 虽然说 吃的没有什么肉 没有什么荤腥 但很干净 还很失味 哎 我说 小妮姑 阿弥陀佛 你们这是谁做饭呢 我们这一老头 一老太太做饭 哦 嗯 老头 哎 这不对啊 你们这庙里都 不是不留男的吗 这老头怎么回事 不是 这老头太老了 都八十多了 老老头了 你可听明白 那年代四五十岁就是老汉 八十多就老神殷了 老兽性 这老头都八十多了 八十多还能做饭 嘿 他做不了很好 熬个粥什么的行 这老头啊 他主要身体好 帮他庙里挑挑水啊 食食柴啊 包买东倒西 都是他 给您买酒买菜 包括我们 平常进县城里边买粮食 都不是我们去 都是这老头去 老头姓张 叫张老头 八十又出去了 身体这么好 哦 那这老头怎么在庙里头 你看他都那么大岁数了 头一二岁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了 二一个呢 呃 我们来的时候 这老头就在庙里头 据我们庙来师父说 他在这庙里年头可多了 他至于具体的怎么来的 这尼古湾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老头子 我们官车就叫张爷爷 他也不算个居士吧 就就在我们这儿干灵活 哎 就管烧火 哦 那饭呢谁做呀 犯原先就是我们导着做 做不了这么好 哎 最近我们呀 大概有这么小半年的吧 有老太太 这老太太疯疯疯癫癫的 老太太不知道是找闺女 是找儿媳妇啊 孙家走出来了 也说不清楚是哪的人了 这个我们庙来师父是善人 就把这老太太收留的这庙里头 哎 您别看我们大伙都给调养的 这老太太最近见名呗 姓什么叫什么 他儿子住哪 他们家在哪 他还抢不起来 但这老太太呢 嗯 说话呀 跟我们聊天都挺正常 还挺明示的 这么个老太太 就是这一下啊 不知道招得什么急 啊 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 住哪都忘了 这老太太做饭不错 尤其这老太太呀 会点豆腐 这老太太让我们买豆子啊 说磨成豆浆啊 拿点小磨 自己磨 每天磨不了多少 磨那么一小盆 或者熬豆浆啊 或者是挑豆皮 要不然就是点豆腐 他都会 点得了豆腐啊 他拌豆腐也好吃 是凹是煮啊 难得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做都好吃 掉的样 我们就吃豆腐吃不烦 是啊 那今晚上我们别豆腐丝了 我们也别拍黄瓜了 给我们来小村拌豆腐怎么样 啊 然后呢 再来一个素烧也行 啊 多搁点油 我们好好下饭吃 那行 我们跟这老太太说吧 听书听着 您大概齐呀 您可就有个了然了 这老太太是谁 简单说吧 俩人在庙里这一住 子一催呢 就说有病 起不来 一催呢 就给往外拿钱 大家伙不乐意 没办法 主事是庙来 庙来见钱忘义 可就融流这一对狗 男女在寺里边 说俩人广在这住 破欢寺规 啊 讲到这一份清修 吃点喝点不再紧要 关键二人 佛前宣吟 也没赏没夜 俩人天天关用门 哎 并且呢 两个人一高兴呢 哎 动静还挺大 这庙里都是小尼姑啊 老尼姑五十多了 他无所谓了 小尼姑听的这个声音呢 简直的是太不像话了 这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了 这老太太别看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 什么家住呢 满名势力 可就把庙来找来了 我说当家的 这些日子我听他们说 庙里头 来了一对男女 啊 还吃肉喝酒 还老让我给烧豆腐吃 我做两顿饭 无所谓我报答您的恩情 来老太庙里住着 这不是个事情 是啊 但是 人家这个香火钱 没少给 咱们这庙又清苦 他们俩人叫我乔啊 是私奔的一对男女 哦 您瞧出来了 是 我年轻的时候就受过这个刺激 这才削发为你 哦 是啊 那怎么样呢 他们总有一走 他们走呢 也不外乎 就这一两天我再去催 我可跟您说呀 咱们这个 福德安 可不能留他们呢 虽然您把我留下 我是外来的 不该多嘴 但老太太 我可明白 这在庙里住常了 不是什么好事 小泥工们也得给带了坏了 您要听老太太我的呀 您早点打发的为事 是是是 嘴里应的呢 回来也催 一催呢 冯大娘子有的是话 对能的 反正就是不走 在这一藏 藏了真得说啊 有个月期成的了 那么这老太太呢 每天就骂 先开始是这封老太太骂 后来啊 张老头加入了 老头都都八十多了 老头的原先就伺候这老尼姑 小尼姑 还有这封老太太 每天吃不了多少东西呀 最近呢 每天他都得出去采办去 为什么每天要的东西不一样 口还挺刁 老和尚的老找张老头拿钱 您今天去买这 明天去买那 老头都不明白 怎么突然之间 这个饮食发生变化了 他不上钱都来呀 他就在后的那火房那住啊 他不好意思问 他因为这么多年 你不要待在这庙里住 他走后山门 头里边他根本就不进 都是女僧 很不方便 那么他按含着呀 他可就把这封老太太给找来了 老妹妹 我问您点事 哎呦 您可别这么说 我才五十岁上下年纪 我还没妙来 岁数大呢 那么 您都八十多了 啊 您有什么话 您就说得了 哎 好 头头这怎么意思 嗨 您还问呢 我跟老当家的 说的好些日子 我呀 实在是想不起来 我姓什么叫什么了 我也想不起我儿子是谁来了 我也想不起我们家住哪来了 我但凡知道我早走了 这不像话呀 怎么了 投了 投了留了一对狗男女 要按庙来老师父说呀 大概齐呀 是私奔的一对男女 躲在这庙里边躲市 人一躲呀 这就各月齐成的了 轰啊 庙来师父得了人的钱了 轰不走啊 你去去去去 这和尚可真行 见利忘义啊 你甭管 我去骂去 老头子仗着岁数大 站到后窗户骂 什么难听说着 老头子骂骂咧咧 老骂 骂着骂着不骂了 为什么 屋里这二位啊 给他来个充耳不闻 任凭你怎么骂 骂不晃 俩人在屋里 该吃吃该喝喝 吃完喝完了 俩人睡觉 他们俩这一出声呢 老头子站不住了 老头子本来还骂一听 哎这不对了 别骂了 把老头子都给扫走了 老头子一叫这 叫什么事啊 跟封老太太说了 你呀 不和尚给我找了 我在这庙待好几十年了 这庙我待不了了 封老太太把妙来找了 老头子跟妙来 这么一翻吃 妙来说 您二位反应这问题啊 啊 我都已经清楚了 那么啊 他给我这钱呢 就到明天的 明天无论如何 哎 我把他们给打发了 那二位千万别走 咱们都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封老太太欠这真情啊 封老太太不能说什么 张老头子呢 骂了几句大街 一看妙来这样呢 也就不好自说什么了 那您收累 明天还得买点米去 不是刚买完米吗 这不天俩人吗 夏季都快 啊 他们俩人 你别看天天在屋子里头 还挺累 饭了还见长 那么明天那天 还得买点米去 哎 我买米去 我呀 我明天买米 明天我不一定回来 我没准后天再回来 您干嘛 我躲躲轻点 这老头子 张老头 滴了着这个米口袋 拿着钱 奔县城了 买米去了 到县城找凉店 啊 把米买得了 买完之后呢 他不想回去 老头子没干八十多了 还能喝口 我在庙里都不好意思喝 这俩天天在庙里边喝 还吃肉 我这躲出来了 我也打着牙齿 开回斋 老头子呢 可就找了一酒铺 酒铺往这一坐 把米口袋往这一床 要了一个菜啊 要了二两酒 老头这喝着 老头这喝怎么那么巧 碰上个熟人 这熟人干嘛的呢 这熟人是卖身货的 什么蘑菇啊 各种药材啊 他也赶这个县城里边的急 那么他呢 认识张老头 他知道张老头很厉害 怎么厉害 这么多年这老头子 是这个啊 尼姑尔 叫福德安的买办 这老头子呢 管采购 只要把这老头哄好了呢 这庙里头啊 用什么东西啊 都归他办 那庙里头赶上 有重大的活动 或者说到初一十五呢 也得改善改善生活 得吃点好的 蘑菇啊 木耳啊 这些山火也得用 不进别人的 专进他的 因为他跟老头子认识 啊 熟人 他一瞧老头 捉上就一个菜 二两酒得了 我狗儿点张老头 我把这账给厚了 以后他好进我的山户 想到这儿呢 暗含着他跟伙计一说 看见没 那庙里老头啊 那酒钱我给了 伙计跟张老头一说呢 张老头心里正不痛快 哦 还有人给我后酒翻账 哪位呀 这那位 哦 他呀 这小子 过来过来过来 一块吧 把卖山火的给让过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您瞧 张老爷子 您八二多了 好 您比我爷爷岁数多大 我呀 最静老 看您爷这喝呀 我不敢过来 不知道您有什么事 这等人 我把您这酒精给厚了 你小子甭瞒人 你是怕我不进你的身货了 得嘞您疼吼我 这么多年 您一直照应我 错不了 庙里都用东西 我子弹是要买 一定找你 哎 得嘞 张老爷子 我谢谢您 您别想小庙不大 一个老尼姑带着一个小尼姑 嘿 这个尽性可真不少 您就管干这个 这些年呐 您也发了 呸 我还发了呢 小Z我告诉你 我在这庙里头年头可多了 庙来没来 我就来了 庙来是谁呀 庙来就是那老当家的 他年轻时候受点刺激 那庙里的老尼姑死了 我呢 原来就是庙里烧火的 他来之后呢 哎 这庙就让给他了 我一直就在后边住着 庙里的市买东西都是我去 跟你这么说呀 这庙来啊 哪都好 在这庙三十年了 越老越混蛋了 哎 您这怎么说话呢 那老当家的我见过两回啊 哎 那也是 有道的高僧啊 别看是个老尼姑 哎 文文当当的 哪不好招着您 就是见不得钱 一拿钱呢 什么下宗事都能赢 这不这两天吗 就这么当的事情 怎么当的事情 老头的喝这两盅酒啊 酒后食言 把这话说出路了 话说一半 又不好意思说了 我跟人说这个嘛 庙里这事不能外扬啊 老头的八十多了 嘴底的有德行吗 老头的话到唇间呀 想往回咽 卖山货的一瞧 哎 您这什么毛病 再倒二两 哎 我不是这意思 我喝 我陪着您 我再给您斟点 那我这怎么了 吃人家嘴短呢 又给我厚酒钱 又给我添酒 料理来了一对狗男女 啥 哼 我跟你说 我这山货 除了木耳啊 蘑菇啊 人参什么也有 我还管给他进人参 怎么意思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老头子压低了声音 跟这卖山货的这么一小舌 在他们俩旁边这桌 坐着一位 长条的包袱 在桌子上搁着 弄俩菜弄点酒 吃着喝着 背着旁人正是铁头太碎风昏 那说太巧点了 那是 你要想让他巧 他就碰上了 刚开始一听呢 冯昏不履会 哦 这老头子 住庙里头 这卖山货的 请他喝酒 一听说俩压低声音 他练过他耳朵 耳朵好啊 他侧脸的这么一听 妙里有一对狗男女 出动他心事 他现在听的这啥字 一听狗男女 他就咬牙 从他从庙里去了 我对我媳妇 和他的姓夫 王副义 递好些日子 递不着 递不着 我也得管管闲事 这对狗男女 要让我访真了 我先拿他记记 我这口刀 我出了我心中 那个嗡嗡气 他可就 嘴脸的细听了 听来听去 听去 听来越描越像 越描越像 姓冯 一个冯大 一个冯大七 铁头太岁 冯坤一琢磨 哦 怨不得我在外边 找找不着呢 躲他妈尼古儿去了 嘿 你们俩可真会玩啊 就即便不是 今天夜晚之间 也不能饶了这对狗男女 结账 结完账 拿着他这家伙 他可就出去 等着张老头去了 卖山货的 打着明白了 不过就是 哈哈一笑张呆 您甭管 嘿 这世界上 什么事都有 您老八十多是修来的 哦 这气还有完呢 骂完就完 别往心了去 再碰上 我请您喝酒 得嘞 好小子 老头子吃饱了 喝足了 把这袋的米扛起来 顺小酒铺出来 哎 他说的对 怨气还又完呢 得了 罪过了 在安里头啊 很少喝酒 这出来啊 摊杯 多吃点 我呀 抓紧回去 说不回去 还得回去 背着这袋的米 晃晃悠悠 老头子走 铁头太脆 在后边跟着 这跟踪太难了 为什么老头走得太慢 哈哈 又负重 您琢磨琢磨 他递了长雕包 有胳膊有嘴的 他怎么走 不像话呀 走走 他就得走老头子 投了去 找地方歇着 就这么着 跟了多半天 才跟回小庙里 一看写着福德安 今夜晚间来 我要这一对狗男女的性命 他才好到他走了 铁头太脆 冯昆夜晚之间 有道是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不共在天 心急如焚 这一着急 陷路行藏 怎么那么巧 他又得是巧 他天天晚上出来溜 都碰不上 今天不要 乾坤意识 王抱王双钱给碰上 这才叫做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他投了走 奔小庙 可就把王双全给引来了 来到了小庙 那翻墙进来 他一瞧 所有屋子里边 都黑着灯 就这三间僧房 亮着灯 他可就把刀亮出来了 亮出刀来 贴着这窗户根 摘耳朵一听 一听里边 一对狗男女 正在谈话 这个 这老当家的可又催来了 他说今儿是咱俩最后一天 什么最后一天 带着 明天他来 我还有话说 有什么话 你不就给钱吗 啊 我有钱呢 有钱不露这么花呀 咱俩在这小庙里 真不哑塞 我坐吃山空 再说了 朱日子大了 我看这个老头子 跟那封老太太 天天神吧 回头再让你爷们冯昆 知道了 他一说冯昆 冯昆在外 这活儿可就压不住了 为什么 我还听听是不是 那要不是 我给人宰了 人没招着我 我进去 以批评教育为主 瞎不瞎不 他就得了 这要是我媳妇 跟这王福毅 那我还客气什么 听着冯昆俩的 他就不往下听了 贺骂一声 喊 不要脸 抬脚一踹门 进来 进门 把门就给关上 明晃晃 一亮这口钢刀 他往屋里一走 王福毅不认识他 王福毅看 那拿着刀 就这么好 再瞧 冯大娘子 用手一指他 呦 冯昆 王福毅知道 这是冯昆 第一个刀来了 铁头太碎 我活不了 扑通就跪去 磕头鸡门碎米 封的眼睛饶了我吧 人分没动 给您 花您的钱 我赵树北党 你把我饶了 走了 封封给磕头 磕把冯大娘子气坏了 都没出息 给他跪了干嘛 他活王吧 真的铁头太碎 冯昆 不是人脾气 好 江阳大盗 杀人如麻 我夫妻人烙到他手里的 还能活得了吗 横着点吧 这娘们可有心眼 真横还 我说冯昆 你甭横 他怎么了 他为什么跟我油染呢 你成天都不回家呀 你说你三天两天都不回家 行 您得一走 少了少了 也得是二年 要一说多了 三点五年许您不回来 我可不能替你守着 我还告诉你说 打你走那天 我家里边就断了吹了 要不是人家这位 王的爷 人家周记我 我就活活饿死了 你回来 你就应当打酒买菜 看人家去 谢我人家 养妻之恩 方才是正理 怎么还拿着一口明亮亮的钢刀 你跟着瞎比较 你拿着一口刀 可又吓唬谁呀 奶奶我要都是怕你这口刀 当年我也不敢卖切糕 你怎么样 在庙里的你还敢把我宰了吗 逃死的婆娘 不但不求饶 舔脸向前 一扬这脸 一露她这脖子 俩口子的功夫来了 妙来给断出来了 今天这俩人最后一天呢 这磕头的也怂得不敢跑啊 这娘们又找死 冯昏气坏了 喝好一张吊嘴啊 恩奖仇报 我把你收留在家 娶你为妻 我在外边这么豪狂 人称铁头太岁 改的青头太岁了 这我能把你吵了吗 你挡着在一庙里头 佛钱我就不敢宰你吗 这手一来的头发往前一瞪他 娘们自知难活 也不求饶 隐镜闭目 铁头太岁也狠点 钢刀搭在薄像之上 砰 刀过人头下 血淋淋一颗人头 啪啪一下 往床里一扔 枪子就着这刀 往床里一躺 这一枪子写 血染蝉防 宰了 王府一扑通趴下 本来跪的 屎尿齐下呀 嘴里的说话也不清楚了 只说法国话 铁头太岁 余恨未消 回头一瞧他 眉眉一条眼睛一瞪 用脚一踩的潜心 好啊 现在依然把音妇杀死 还能留着你吗 他恶狠狠把钢刀挽起一举 双手往下这么一唠 这一刀 王府一就完了 身后的门早开了 王方前进来了 王方前正等着结尾牙 王方前一瞧他 捧着钢刀俩手起来了 王方前把自己刀 往嘴里的一叼 伸俩手游到后头去 一扳他两尖头 他这刀怎么举的呢 一扳他这俩尖头 拿自己磕膝盖一顶他 碰了一下 一闪身扑通一下 铁头太队那吃不着亏 刀也撒了手 人也趴下 过去拿脚一踩他 嘴里边一松这口刀 把刀往的脖相上一架 别动 叫地上王府一 您再瞅王府一 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还敢绑铁头太队 一个人绑一个人是男的 这也就是王方权 换别人绑不了 把王府一摁在地上 单三扣双三扣 解忠神给绑了一结结实实 铁头太队 不知道打哪来这么一位啊 铁头太队占礼啊 办这么些个坏事 没当的占礼 唯独今天这条人命 他占礼啊 哎我说这位义士 您可弄清楚是谁对谁不对 我铁头太队 冯昆也是人无自豪 今天我是本夫捉奸在床 我杀死奸夫 因妇于法于理 我没有责任 你帮我干什么 把王方权气了 论员给了一大嘴巴 还混成自豪呢 给江湖人丢人 啊 还铁头太随风坤呢 你别不要脸了 老实在呆着吧 把他的容神蹬下来 把王府爷爷捆了 为什么 这也不是人 王府爷爷明白点了 英雄真绑我干嘛 他是江阳大道 我手里的有他行兴的证据 有确凿之证据 他刚才杀一条人命 就这大嘴巴 他打冯昆 冯昆挨完一嘴不咽咽 为什么知道痕着呢 知道吧 打掉了牙也得往嘴里咽 打他这一下 王双全可捞圆了 他手上又有功夫 这嘴巴打的 整口的牙给打下一半去 这血也下来了 牙也脆了 把王双全一瞅 他这母爷心了会儿 说了不是人哪 与人家的妻子通奸悠染 勾的本夫杀你的全家 杀人放火 要不是你兄弟 把老太太给背出去 你的娘 你的兄弟全死在你手 因你而死啊 到现在你 犹如人家的佛门境地 白昼轩淫 害死冯大娘子 为你也人头落地了 你还在这儿胡说八道呢 我真恨不得这一掌 击碎你的头颅 王双全越看得越可恨 刚才这嘴巴呀 那还留着蠢了呢 这会儿疑问器把这手举进来 恨得他一掌 拍他脑袋就给他拍死 刚这么一咬牙 身后的又来一人 差不多得了 我瞧半天了 您在这儿要把他打死了 到堂上 这本夫可说什么是什么了 您可得留活命 哦 一看门口站你老头子 这老头子是干什么的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这尼古尔的 尼古尔怎么还有个 七五十岁老头呢 这妙事乱啊 你怎么回事 你也甭犯愣 我跟你说说 这不都让您给逮得 想必您是位侠子 我姓张啊 我是庙里干什么事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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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来的 这人我认识 白天吃饭的时候 他就坐我边上 大概我说话 给他勾来的 这条人命多少 跟我有点担心 这娘们已经让他宰了 他是本夫 杀死淫妇也不算什么 这个奸夫要让他杀死了 与他没责任 您打死可不成 我瞧了半天 就是金关道府 总要留这两条活口 老汉我再替您做个干政 方显得您是狭义出头 您贵姓 免贵我姓张 张大爷 那他这庙里的事您完全都清楚 我太清楚 他庙里头当家的是个老尼姑 您把他叫来吧 哎 这老尼姑小尼姑还都睡着觉呢 连疯老太太全叫起来 大家伙到这屋一瞧 小尼姑吓得嗷嗷乱叫 王双全一瞪眼都别叫 各回各的屋 不喊你们不要出来 谁出来弄死谁 小尼姑全害怕了都躲了 老尼姑往佛前这么一跪 经常多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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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别宣佛号 这庙是你的 这庙是我的 你说这码是怎么办的 这码是怎么办 我哪有主意啊 这庙里弄出人命来了 你就被贪图他的银两 这事你可摘得不清 那我摘得不清 那我怎么办呢 你说这 咱先别经关 这个事情啊 还有了 怎么了啊 我既然出头管这事了 这事皆由王夫义身上所起 怎么发露于他 我做不了主 得听我娘的 你娘是谁啊 我跟他兄弟 还有救他的这个 斗坊掌柜王立 我们现在已然败了把兄弟 这样 让大爷您受汤泪 您去趟小王家营 到小王家营 有个斗坊 斗坊掌柜的姓王叫王立 他那一共是四口人 一个老太太 可就是王夫义生身之母 有个王夫人是他二兄弟 还有王立爷俩 一共这是您四个 您全都给叫到此处 到庙里边咱们了这一桩公案 话音未落 封老太子们一听 用小王的仪王立 老太太明白了 哎 王立是你什么人的 是我哥们 你们哥几个呀 你们哥仨呀 有妈吗 有啊 连他我们四个人一个妈呀 而且王立浑了蛋了 我替他出来找媳妇 他怎么烂热妈呀 哎呦我活不了啊 老太太您怎么回事 小王立 斗王是我的呀 王立是我儿子呀 嗯 王双天一条好有造化的两个老太太 这才是积善修德的报应 您的造化来了 您就是王立的母亲 那不错呀 那行了 张大爷把他们找来 您也算母子团一完 是是是 让他们快来 让他们快来 这儿 让老尼姑庙来 看住了这几个小尼姑 王双全让张大爷回王的仪 把这尼四个可就接到了小庙 庙门关延了之后 杀人这屋 封起来 全都到庙来的屋子里头 俩老太太可就见了面了 王立跪来 给娘子密请安 老太太见着王立眼泪下来 老的小宝不撒手 老太太明白过来 全响起来了 这才有王双全走到了 曹氏老太太跟前 叫了一声干娘 您这俩亲儿子 现在我都给找着了 他通奸的那个女人 已经按本夫给杀死了 铁头太罪 冯昏也给捆在这儿去了 如何发落 铁头太罪 冯昏如何发落 您的长子王复义 还请老干娘您 拿一个大主意 哦哦哦哦哦哦 曹氏老太太文廷点了点头 小小的尼姑儿 并非是公堂 我年迈老偶 也并非是周官 虽然我不是周官 此处不是公堂 我要了这一段公案 双全我的儿呀 娘 带那铁头太罪冯昏为娘 我亲自审问 哦哦哦哦 谢谢大家